行啊 然后咱们今天要讲给大家讲的算法 叫做一个决策数算法 那决策数啊 也是咱们基地区当中啊 非常经典的算法之一 嗯 其实啊 就是在所有的基地区 基地区算法当中啊 并没有一个什么高低优胜之分 只有说啊 这个算法适合于哪页数据 那个算法适合哪页数据 所以说啊 咱们要讲的啊 就是没有说是按照一个先用顺序啊 去按照重要的到不要重要去讲 而是说啊 咱们按照一个从简单啊 到慢慢复杂的一个过程 那首先呢 咱们就先来给大家概述一下 我的决策数算法 要做一件什么事 比如说啊 现在有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现在呢 我手里啊 有五个样本数据 就好比说 现在呢 我在我们的家里 然后呢 我要对这五个数据啊 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一个分类任务啊 就是说 现在啊 我想看一下 我家里不是有五个人吗 这五个人啊 他们就是愿不愿意去玩 这个电脑游戏 然后呢 我当我啊 咱们假设说 我已经构造出来了一个数模型 构造出来一个数模型之后啊 然后最五人来了 比如说包含了 我啊 还有我妹妹 还有我这个爷爷奶奶 还有我妈 然后呢 我们几个人来之后啊 我先进行了一个判断 首先呢 我说啊 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年龄 如果说年龄呢 是小于15岁 我认为 他是有可能愿意玩电脑游戏的啊 这只是一个有可能 如果说年龄呢 是大于15岁 那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啊 首先在这里 我进行了一个分支 按照我的年龄呢 进行了一个判断 当年龄小于15的时候 我往左边去走 当年龄大于15的时候 我说我是往右边去走 那咱们来看 当我往右边去走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右边去走的时候 好像到了一个大圆圈里 我们说啊 这个大圆圈 它就是一个叶子节点 叶子节点什么意思啊 好比就是说 你达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人的年龄 只要大于15岁 那他就是不愿意玩电脑游戏的 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呢 当年龄啊 他是小于15岁的 我们来看 往左边走的时候啊 是完事了吗 还没有完事吧 到达了下一个分支 在我的下一个分支上 我又进行了一个判断 看一下 现在啊 他试的一个性别是什么 如果说他的性别是一个男生 我认为他是愿意玩电脑游戏的 如果说他的性别是一个女生 我认为他不是愿意玩电脑游戏的 也就是说啊 现在啊 我们是根据两种决策的方法 第一个呢 是先看了一下年龄 第二个呢 我又先看了一下性别 最终啊 我就得出来了啊 一个人到底他是愿不愿意玩电脑游戏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吧 我们的决策数 给大家说了一下 有这么个事 那我的决策数啊 它是怎么去办的 是不是说我的数据 又从根节点开始 所有的数据 在我数据来之后 都是从根节点开始 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最终呢 走到了一个叶子节点吧 一个所谓的叶子节点啊 就是说它不会再往下分列下去了 它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那这里呢 我们来看所有的数据都会落到对应的叶子节点上 我们来看我的输入是这五个数据 这五个数据啊 最终是不是每一个数据都到了指定的一个位置啊 也就是说所有数据呢 最终都会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那我们这个决策数啊 就帮我们完成了一个分类任务 其实呢 分类啊 咱们是这么去做的 回归啊 咱们也是可以去做的 也就是说啊 我的决策数模型 不光可以用来做分类 也可以用来做回归 只是按照咱们指定标准的不同啊 我就可以建立出来一个分类数 还可以建立出来一个回归数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决策数模型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吧 刚才啊 给大家说了一下我的决策数 那我的决策数啊 是由什么来组成的呢 咱们来观察一下 在我图当中啊 好像来说 我一开始选择了一个跟节点 是不是 咱们刚才说是 首先我让年龄进行了一个判断 那这里咱们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 你说为什么要把年龄放第一 把性别放第二啊 这个啊 咱们先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说现在 有一个当跟节点 有一个当成跟节点下面的节点 它俩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其实呢 我们可以这么想 当成跟节点 是不是说 第一个就是先拿跟节点来去做呀 那为什么先拿跟节点呢 肯定是跟节点的效果 要比其他节点要好啊 我们先拿一个最重要的来去做 其次呢 再找次重要的 这好像是我的一个 就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要求嘛 然后呢 还有什么啊 还有一个叫做非叶子节点 非叶子节点什么啊 咱们来看 最终啊 就是这块 就是判断了一下 它的一个性别 那判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是不是说 当我走到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还没有完成最终的一个任务啊 那它既然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非叶子节点 也就是说到这里还没有完 还要继续的走下去 它啊 这是中间的一个过程 最终呢 最终啊 是有个叶子节点吧 叶子节点什么啊 叶子节点就是我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当我这个数据啊 到达了我最终的叶子节点上了之后的时候 我就说现在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分类任务 完成了这个分类任务之后啊 是不是我就得到了一个结果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呀就是我决策数的组成 是由根节点 非叶子节点 以及呢 叶子节点来组成的 这个就是我决策数啊 它最重要的三个组成的部分 然后呢 咱们来想 在这里啊 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叫做节点 你说有的是叶子节点 有的是非叶子节点 那这些节点相当于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比如说咱们现在还是说概念例子 首先呢你指定了我先按照咱们的年龄进行一个划分 那相当于什么意思 相当于是我找出来了一种划分的标准 相当于什么 我愿意把这个东西啊叫做相当于在数据当中切了这么一刀 比如说我切了这么一刀 我说啊年龄小于15大于15岁的在上面 小于15岁的在下面 这是可以的吧 好比说啊 现在数据当中 按照你选择的那个特征 选择的那个特征里边的一个数值进行了一个切分 切完之后啊 我就得到了一个左子数和一个右子数 相当于是切了这么第一刀 然后呢咱们又说什么 我切完了第一刀之后啊 在这一刀的基础之上 我又说我选择了一个性别 那是不是好比说 在这一刀的基础上 我又切了这么一刀啊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这里又切了一刀 然后呢咱们再来看 如果说你的一个候选特征比较多的情况下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你越多的特征 相当于切的刀数就越多嘛 因为每一个特征来了都要进行一个分支 都要进行一个决策 所以说啊 这个就相当于是越多的特征 相当于是越多的节点 越多的节点相当于是把数据切的更细了一些 那现在咱们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表面看起来就是 我希望我这个决策数啊 切的好一些吧 那是不是切的越多越好啊 或者说咱们切的刀数越多越好 或者说节点特征应该越多 咱们先来想这样一个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啊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咱们等说到决策数 简直的时候 咱们再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呢 咱们刚才说什么 刚才是不是说 当我拿到了一个决策数之后啊 我想进行一个测试 进行测试就很简单吧 把我的数据拿过来 数也够得好了 把数据往里一丢 它就会按照从根节点开始 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走了吧 那也就是说啊 在测试阶段 其实呢测试很简单的过程啊 咱们用这个决策数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把数据拿过来 让数据在我的模型当中 从上到下走这么一遍 这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啊 这个测试的过程 那决策数难点在哪里啊 决策数的难点啊 就在于我们该怎么样 从我给定的数据集当中啊 构造出来这样一棵树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要想一个问题 我跟节点的时候要选特征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年龄 那选年龄的时候 你还是说年龄是小于15 还是小于20 还是小于30啊 你需要指定这样一个刻度吧 只要这样一个数值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啊 还是很多的 我们需要从我的一个跟节点开始 我就一步一步的去想 每一次我的一个分支 应该是拿什么样的特征 进行一个分裂吧 这个啊 就是我现在要去做一事 我得想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呢 咱们来说 一旦啊 咱们构造好了一个决策数 那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嘛 只需要往下走就可以了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的一个难点 就是在于 我怎么样把这个决策数啊 构造出来 这个呢 就是接下来啊 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然后呢 咱们先来看吧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第一步 是不是说决策数啊 咱们先有一个根啊 然后再有它的一些职业啊 所以说现在呢 我要进行一个根节点的选择 假设说啊 在你的候选数据集当中 有那么十个 或者是有那么八个特征 你说在这几个特征当中啊 你选择出来哪个 当成是一个根节点呢 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问题 选择什么样的特征 当成是我的根节点 然后呢 在这个特征当中啊 我们该怎么样切分啊 我要左指数 还有右指数 我该把它怎么切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了 那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啊 可以稍微的来想象一下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 我们的目标啊 应该是这个根节点 它是非常有用的 它可以啊 大致的先把我数据分成两类 而且呢 分的效果要好一些吧 这个就是说 它为什么能够当成是一个根节点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这么想 我把根节点啊 当成是一个老大 因为这个老大啊 他这个办事效率比较高 他可以啊 把我的数据的一个分类效果 是做的更好一些 所以说呢 第一步啊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把那个老大 那个特征选出来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啊 就是说 现在根节点选好了 然后呢 我想在剩余的特征当中啊 选择其次的 也就是相当于是 大当家先有了 你该去选择一个二当家了吧 那这里就相当于是 在剩余的所有当中 再进行一个筛选吧 那我们的目标啊 其实很明确 在所有特征当中 选择一个最好的 当成根节点 在剩余当中 再选择跟 再选择一个最好的 跟跟节点 再联系在一起 以此类推啊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特征 给它构造出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种 基本的想法 先选老大 再选老二 再老三 再老四啊 以此类推下去啊 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 已经知道了 这个东西啊 该怎么去选 那你说你选老大 选老二 你怎么去选啊 首先一点 你得服重吧 怎么服重呢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是需要 一种衡量标准的 所谓一种衡量标准啊 就好比说 在如果说 在一个商业当中啊 是不是说 谁的功夫高啊 谁办事能力强 我说谁是大当家 谁的功夫第二 我说谁是二当家 是这个样子吧 那所以说呢 现在我就要选出一种衡量标准 这种衡量标准啊 能够去区分一下 当前啊 比如说给他们打个分 看一下哪个特征啊 他分高 我就选哪个特征 这个呢 就是我现在要去做的 我得有一种衡量标准 才能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这种衡量标准